各位早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访问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习近平指出 中兄要保持高层交往 深化政治互信 密切战略沟通协作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持续丰富 中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更好造福人民 下周呢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 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这将为中兄合作提供新机遇 注入新动能 开拓新空间 习近平祝贺匈牙利就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习近平强调 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 应该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明年是中国欧盟建交50周年 双方应该坚持伙伴的正确定位和合作的主流基调 继续推进双向开放 加强国际协作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希望兄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实现良性互动 发挥积极作用 欧尔班表示 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力量 兄方高度赞赏和重视中方的作用和影响 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 兄方主张加强对华合作 反对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 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 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 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深入沟通 欧尔班通报了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关情况 习近平赞赏欧尔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做努力 阐述了中方有关看法主张 习近平强调 早日停火指战 寻求政治解决 符合各方利益 当前的重点是遵守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三原则 尽快推动局势降温 国际社会要为双方恢复直接对话谈判 创造条件 提供助力 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 而不是负能量 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曙光 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中兄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 中方怨同兄方以及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8号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他在离京前发表视频表示 对于俄乌冲突 除了交战双方 世界还有中国 美国 欧洲 也能对战事结束时间产生影响 因此此行十分重要 对于俄乌冲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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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俄冲突出现了 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深入沟通 欧尔班说 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力量 双方并愿意继续密切战略沟通协作 学者分析指 在促进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上 中兄可以进一步沟通 实现政策立场上的对接 我们知道中兄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应该说两国的高层互动的频繁 应该是预料之中 我想在中兄是以密切的各方面合作 中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 进一步在促进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上 也找到更多的交集 同时共同发挥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 匈牙利7月接任欧盟伦之主席国后 欧尔班在上周先后访问基辅莫斯科 但在欧盟内部引发争议 多名官员强调 这并不能代表欧盟的立场 学者指 尽管匈牙利希望在俄乌冲突上发挥斡旋作用 但在欧盟内部可能会制造出新的矛盾和分歧 想要在俄乌冲突上发挥影响的话 其实一方面这不是欧盟伦之主席国的权力范围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欧盟机构和一些大国 对于匈牙利想要发挥某种作用 实际上是怀有一定的警惕和防范心理的 欧盟内部相对比较复杂的政治局面 显然匈牙利的这个举动 会进一步在欧盟内部制造出一些新的矛盾和分歧 一直以来欧盟试图在对俄加强对抗问题上统一立场 但匈牙利的举动与其步调不一 北约峰会即将于9号登场 学者指今后究竟是用外交手段 还是安全手段解决俄乌冲突 北约和欧盟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而欧盟应该从更广阔的前景方面来考虑问题 凤凰卫视周嘉信刘嘉浩北京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期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中国 引发了欧盟内部的广泛关注和外交生意 在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 欧尔班的这一系列外交举动被认为 可能影响欧盟的统一立场和外交政策 匈牙利自7月1日起揭提比利时 担任今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日先后对乌克兰 俄罗斯和中国进行访问 引发欧盟谴责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 匈牙利无权代表欧盟同俄罗斯接触 不应在乌克兰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乌克兰问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利利发表声明称 欧尔班对俄罗斯的访问 完全是在匈牙利和俄罗斯双边关系框架内进行 欧尔班没有从欧洲理事会获得关于此访的任何授权 法新社报道称 欧尔班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唯一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欧盟担忧 匈牙利会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 破坏欧盟孤立俄罗斯的努力 作为回应 欧盟计划采取多种应对措施 包括启动《里斯本条约》第七条程序 可能剥夺匈牙利在欧洲理事会的投票权 此外 欧盟还威胁削减对匈牙利的财政支持 以迫使匈牙利遵守欧盟的法律和规定 一些欧盟国家呼吁对匈牙利的外交政策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并强调需要确保欧盟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统一立场 德国和法国等主要成员国已经开始讨论 如何应对匈牙利可能带来的外交挑战 并在某些问题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从去年下半年至今 欧盟一直试图在对俄加强对抗问题上统一立场 但匈牙利的举动始终与欧盟步调不一 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 欧盟内部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矛盾可能会更加凸显 防卫士李莫为莫也 法国巴黎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盟突然访华 也引发欧洲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而各国主流媒体从经济合作地缘政治 以及中欧关系等多个方面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报道 对于匈牙利总理欧盟的突然访华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 重点分析了匈牙利在中欧和东欧的特殊地位 并指出欧盟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形象 同时也发出警示 指出匈牙利可能会过度依赖中国 法国《世界报》则强调了这次访问 对胸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绿色科技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 不过同时也点明了欧盟对匈牙利此举的谨慎态度 而法国《非加罗报》的评论认为 欧尔班希望通过访问中国展示其外交手腕 并提升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英国《金融时报》则重点分析了 欧尔班这次访华的经济动机 特别是匈牙利希望利用中国市场的潜力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 不过同时也指出了欧盟方面的担忧 认为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 欧尔班的单独行动可能会削弱欧盟在对华政策方面的统一立场 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兜风外交 印度总理莫迪8号的下午抵达莫斯科 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 普京在莫迪到达的当天 在位于莫斯科附近的总统官邸 与其进行了非正式会谈 两个人不仅是喝着下午茶 普京还开着电动车载着莫迪 在其住所兜风来观看马术表演 而客工发言员佩斯科夫形容莫迪这次访问的意义重大 有一部舆论就认为说 在莫迪与北约峰会的前夕访额 是他在向西方发出地缘政治的信号 普京在莫迪到达的当天 在位于莫斯科附近的新奥加雷沃总统官邸 与其进行了非正式会谈 两人不仅喝着下午茶 普京还开着电动车 载着莫迪在其住所兜风 观看马术表演 普京在会谈中首先祝贺莫迪再次当选总理 指出莫迪知道如何实现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目标 并对印度的高出生率表示赞赏 莫迪则表示 与普京的会谈将加强印度和俄罗斯的友谊 这是莫迪五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 也是莫迪第三次当选总理后首次出访的国家 有媒体指出 此次双方会晤的关键点之一 是建立两国之间快速资金转移的机制 以及会涉及到恢复讨论联合开发第五代战斗机 军事后勤问题 以及核能领域的合作 有舆论认为 普京与莫迪的会晤在北约峰会前夕举行 意味着普京外交的成功 也是莫迪向西方发出的地缘政治信号 而对于西方媒体给予的密切关注 佩斯科夫则回应称西方是在嫉妒 尽管俄乌冲突爆发 但俄印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 根据俄方公布的信息 截至去年年底 俄印两国之间的贸易额 已经从一年前的370亿美元增至650亿美元 俄罗斯已经成为印度第二大商品供应国 主要是俄罗斯向印度供应石油 印度则向俄罗斯出口机械 电器设备和黑色金属 东航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韩国总统尹西越于周一对媒体指出 俄罗斯与朝鲜军事关系的深化 对朝鲜半岛局势构成威胁 并且要求俄罗斯在朝鲜和韩国之间 选择其中一个国家发展关系 对此克公表示难以理解尹西越的说法 尹西越指出 当下莫斯科和平壤之间不断深化的军事合作 已经对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和严重挑战 因此俄罗斯需要在朝鲜和韩国之间选择一个发展关系 尹西越还指出 韩国与俄罗斯未来关系的发展取决于莫斯科方面的行动 包括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持 对此克公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天回应称 俄罗斯反对只与一个国家合作的做法 对于俄罗斯来说 应该支持与这个地区包括朝鲜和韩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 同时 俄罗斯现在将朝鲜视为合作伙伴 并将韩国视为加入反俄制裁的国家 佩斯科夫还称 很难与那些对俄罗斯采取敌对立场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 同时也难以理解尹俄罗斯的说法 普京于上个月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签署了一项协议 规定在其中一方遭受侵略时应相互援助 对此 韩国反应强烈 随即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 而俄罗斯则指出 韩国是在利用此事对莫斯科进行威胁和讹诈 而根据相关媒体最新报道 尹俄罗斯将于7月9日至11日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期间将讨论俄罗斯关系深化所构成的威胁 布黄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再来一起观众一下 在决堤近77个小时之后 8号的22时31分 湖南岳阳市华融县洞庭湖 一线堤防绝口 提前完成合楼 同一个时间点第二道防线 前团舰第一防守持续的加强 而第三道防线的施工也已经启动 洞庭湖堤坝绝口全长大约226米 连日来当局采用人歇机不停方式 调集武警等485人 各类作业传播85艘等 不间断进行封堵 平均每小时封堵速度达3.5米 8日22时31分 洞庭湖一线堤防绝口完成合楼 合楼后 后续还将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 通过加入大量粘土 完成堤坝防肾壁气工作 另外 一度发生多处管涌的第二道防线 前团建堤 在各部门的合作下 险星已得到控制 当局派人24小时寻滴查险情 确保前团建堤安全 前团建堤正面临多重考验 守护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 另外 第三道防线的施工也已经启动 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门紧急调集周边 六个省份的牌涝力量 启程前往华融县进行支援 对院内洪水进行抽牌 据了解 第一批人员将近400人 携带47道设备 预计将于9日到达现场支援 目前团州院内滞留 约有2.1亿立方米的水量 相当于15个西湖的蓄水量 为防止过快排水破坏堤防 有关部门建议 每日水位降低不超过30厘米 当局调动移动式排水设备 进行排水 预计17天左右全部完成排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湖南东庭湖一线堤防局口 河龙工作完成之后 接下来有哪些工作要做 而灾民的生活保障情况 到底如何 来看一下本台特派记者陈奇 稍早之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封堵工作是在8号的10点30分左右 决堤近79个小时之后 湖南岳阳市华融县 洞庭湖一线的堤防的绝口 终于是完成了河龙 比预计时间早了 大概有14个小时左右 咱们先来梳理一下 大概是7月5号的下午 这个洞庭湖一线的堤防 发生了一个绝口 绝口面积一度扩大到226米 造成了47.64平方公里的 院区的一个被淹 大约有7680名民众 是紧急的转移 各方的抢险救援力量 则是采取了人邪机不停的一个措施 24小时来推进绝口的一个封堵工作 随着绝口内外水位的一个 内外水位的一个齐瓶 作业逐渐 条件已经逐渐的成熟 独口工作于6号正式的启动 抢险队伍也是紧急修筑起了 一个作业的平台 来疏台 来疏导地上的一个交通 从而解决第一口左右 从而形容第一口的两面双向的作业 同时为了加快的进度 从6号的晚间 决定增加水上的一个抛头作业 御洋市防循抗害指挥部的 有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 独口合农后将有利于 加快院内的牌老和灾后的重建的工作 另外电力燃气供水等生活保障系统 预计会在2个月左右尽快的完成 民众也是纷纷的盼望 能够早日的返回家园 同时河龙也有利于减轻第二道防线 前团兼地的一个压力 因为一旦第二道防线的失守 洪水就会冲向下游 包括8万名民众的一个前团院 而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张一春 也在早前表示 第三道防线其实已经在开工建设了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关注到一些焦点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的下午 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 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合作 将两国高水平的政治互信转化为高质量的合作成果 王毅欢迎雷任科夫对中国的访问 这是雷任科夫6月底就任白俄罗斯外长之后的首次外访 王毅说这表明白俄罗斯方面对发展中白关系的重视 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白方一道 推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能够进一步走深走实 将两国的高水平政治互信切实转化为高质量的合作成果 雷任科夫表示过去几年 白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保持了快速发展 双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要加强沟通开拓更多的合作领域 白俄罗斯在日前刚刚举行的阿斯塔纳上河峰会上 加入上河组织成为正式成员国 双方都强调要加强在上河组织内的合作 白俄罗斯感谢中方的大力支持 在申请不到两年时间就能成为上河的正式成员 将会积极参与上河的各项活动 共同充实丰富上河组织的内涵 也会全力支持中方未来一年的上河主席国工作 凤凰卫视 霍维 叶不见 北京报道 日本与菲律宾8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加强防务合作 菲律宾外长称 协定有助于推动地区稳定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见证下签署了日非互惠准入协定 允许两国军队进行互访和联合军演 这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第一份此类协议将在日非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后正式生效 马克思强调了日非联盟的重要性 日非当天召开第二次外长防长2加2会议 由菲律宾外长马纳罗 防长特奥多罗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杨子 防卫大臣牧原人共同出席 双方重申将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促进地区经济成长 应对区域内外日益复杂的挑战的共同目标 两国讨论了当前双边安全环境 并就东海南海局势 台湾朝鲜半岛等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部长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 同时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试图透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行为 双方还声称将致力于遵守联俄国海洋法公约 对中国在仁爱交采取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非方对日方的相关支持表示赞赏 日非2加2部长级会议是两国迄今最高层级的磋商机制 菲律宾与日本1956年关系正常化 双方于2011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2023年日本成为菲律宾第二大贸易伙伴 贸易总额为207亿美元 当被问及日非未来是否也将跟美非一样 制定共同防御条约或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菲律宾外长称这将取决于未来发展 他认为互惠准入协定是一个好起点 I think the RIA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because it enables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now to have a framework for our cooperation in defense and security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and I think whether we will need to expand it to cover other areas or not will really depend on how the situation develops and also in what areas we wish to proceed and how to further develop the RIA but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I think what the RIA has done is that it now creates it could serve as a force for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greater prosperity 有观点认为日非加强军事合作 无疑会使南海问题更加的敏感和复杂 不利于相关问题的和平解决 同时也将加拒区内国家间的军事对峙 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负面冲击 凤凰卫视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美国白宫的高级官员8号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 虽然本周在华盛顿召开的 北约峰会将会聚焦 俄罗斯与中国 印太多个国家 也将会和北约加强合作 但是北约不会向印太地区来扩张 也没有接纳印太成员国的程序 北约峰会将于9号到11号 在华盛顿举行 32个北约成员国 以及乌克兰 日本 新西兰 韩国 澳大利亚 和欧盟领导人将会出席 根据峰会日程 北约 欧盟和印太国家领导人 将于11号上午就印太地区事务举行磋商 并发布首份《扩大北约与印太四国合作》的联合文件 这份文件将会阐明 北约与日 韩 新 澳之间的合作框架 包括对网络安全和虚假信息的应对 对于拜登政府上任后 连续三年邀请印太国家出席北约峰会 并加强防务安全合作 白宫当天表示北约并非是要把集体防御承诺 扩大到亚太 对于此次北约峰会是否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卡蓬特证实本届峰会的联合声明 将会对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 发出措辞强硬的谴责 第二 我认为这设计会是会再次提供 我们看到更多的行动 NATO是抗产的抗产业 当然,Russia是最主要的抗产业战争 但我说明明, PRC正在向中国的抗产业支援抗产业 所以这些是一个关系的关系 全 NATO的抗产业 但也就是关系的关系 中国交部8号指出 北约因恪守其区域性防御性组织定位 停止在亚太制造紧张局势 兜售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不要搞乱了欧洲又试图搞乱亚太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逸,华盛顿报道 加沙战事持续当中 哈马斯8号表示 乙军在加沙北部升级军事行动 将会导致谈判进程回到起点 并且乙方应当为此负全责 而同日,以色列、美国和埃及三方代表 在埃及开罗举行谈判 讨论重新开放拉法口岸 以及防止关口武器走私等事宜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德拉伊 8日下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呼吁加沙北部加沙城部分区域的8人民众 紧急撤离至加沙中部戴尔巴拉赫的所谓人道主义区域 据悉,从当天凌晨开始 乙军在加沙城多地开展军事行动 并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在加沙的总部大楼发动了袭击 对此,哈马斯方面同日发表声明回应称 乙军升级的军事行动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也警告至 乙方的所作所为将使停火谈判进程回到零点 而乙方应该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与此同时,以色列、美国和埃及三方代表 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谈判 讨论重新开放拉法口岸 以及防止加沙武装派系 透过边境地区从埃及走私武器等内容 另一方面,以离跨境交火持续 黎巴嫩真主党8日称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火箭弹 并攻击了多处靠近边境的乙军目标 作为对乙军袭击其南部城镇的回应 而乙军就出动战机 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离真主党目标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本台驻地记者的观察 以色列自六月以来不仅加强 在加沙地区对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 打击频次和强度 也同时对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多处 反应武装频频出手 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主要城市近况如何 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本台记者走访了巴勒斯坦西岸地区 纳布鲁斯 杰宁 拉姆安拉 图勒凯尔姆等城市 与以哈战争初期 以军封锁西岸地区的道路和各个城市部分出入口不同 如今虽依然有多处以军港哨 但各个城市进出基本正常 虽有不少商铺仍为营业 但各市场的人流已经恢复 当地居民告知本台 以哈战争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 虽政见不同 但哈马斯确实是巴勒斯坦人 7月初以色列军方宣称对图勒凯尔姆的 反义武装分子进行了精准打击 根据以军先有的政策 还会拆除对以色列犯有致命 恐怖袭击者的房屋 有图勒凯尔姆的居民向本台抱怨 他们眼中以军没有任何预警的斩首行动 令人不安 连带破坏的基础设施 也让生活变得困难 我们现在会处于图勒凯尔姆城市的西部 此处离以色列控制区仅有不到100米的距离 有当地的巴勒斯坦工人告诉我们 即便在此处工作 他们依然是需要获得以色列方面的许可 富汗卫视胡销宇史和图勒凯尔姆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这下关注是香港特区政府建议是以发牌的形式来规管网约车平牌 而另外修订道路交通条例要打击白牌车 不用确认司机身份 法庭可以将涉事的车辆和扣押及取消车牌的牌照 而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就表示 运输署今年稍后将会开始调查个人化点对点 交通服务的乘客需求以及转变 六个月内检视进展情况 预计一年内完成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建议规管网约车平台 透过法例明确以牌照及若干发牌条件方式规管 目标是在2025年定定立法建议 运输署今年稍后会调查乘客需求及转变 六个月内检视进展 预计一年内完成 似乎研究结果在评估可透过平台提供合规服务的车辆类别和数目 及排证要求 渠方向香港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提到 特区政府已于去年底提高非法出租或取酬赛客罪行的罚则 但执法仍有一些限制 为加强阻吓 初步建议修订道路交通条例内容 清晰列明若任何人被判罪成 驾驶执照需被取消不少于一个指名期间 例如12个月 文件也交代了现实内地或海外网约车平台的情况 包括深圳 新加坡 伦敦 堪培拉 多伦多及日本 这些地区均有法力规管网约车平台公司 网约服务必须由低市和其他持有相关排证的车辆提供 如为或政府发牌而提供服务属于违法 在深圳可处最高罚款3万元人民币 新加坡则最高罚款1万新加坡元 最多接近6个月 凤卫视 吴星纯 相报道 中央将会赠送一对大熊猫给香港 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四川商讨相关安排 率先到访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燕基地 来看我们的记者 现敬亨从四川都江燕发回的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号早上率团全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渡江燕基地 在园内的观赏区双南园 探访一致快四岁 营造额眉的赤性大熊猫 天虽然下着大雨 但大熊猫还是赤个不停 李家超在基地也与国家领草局副局长 党主成员李云青 以及熊猫中心党委书记 副主任陆永斌会面 了解大熊猫保育工作 并讨论四川与香港进一步合作 又商讨了大熊猫赴港的安排事结 共同推动尽早 妥善地把一对大熊猫送到香港 李家超在场也大方回应 新一队大熊猫的最新安排 有没有选择啊 很多只都是非常吸引的 有男有女 体态又有强壮的 又有优雅的 大家看到啊 吃东西的时候呢 那个动态呢 都好像很享受的嘛 我觉得来到呢 特别开心 我相信呢 一对大熊猫来到香港的时候呢 我们香港的市民来看到呢 一定是 好像我现在的心情那样 又激动 又亲切 被问到新一队大熊猫 能否敢在十一国庆前来到香港 李家超表示会尽快尽量安排 也有四川官员呼吁香港市民 多来当地旅游 杜张燕基地是2008年文川地震后 香港特区政府不缓云建 基地目前免费开放给香港居民参观 同一天内 李家超也到访 四川香港马会 奥林匹克运动学校 李家超和夫人李李历禅 其他部分香港特区官员 香港海洋公园代表等等 预计星期二结束三天的行程返港 凤凰卫视谢金恨罗瑞轩 成都报道 台湾前桃园市长 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卷入土地开发弊案 民进党联政会8号晚间召开临时会议 依联政条例规定予以立案 并且决议如果郑文灿裁定积压 将予以停权三年处分 台湾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卷入土地开发弊案 民进党联政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开会讨论 七位出席委员一致决议立案 如果郑文灿遭积压确定 立即停权三年 一旦一审判决有罪 将演议进一步开除党籍 可能会觉得说 哇 怎么那么重 我们联政委员会觉得 你担任工资越高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给予他更高 更高程度的联政的要求 他那个被积压 的话 那明天马上就启动停权三年 那如果将来一审判决有罪的话 那可能就会再进一步严厉的处分 那当然那时候依照廉政条例 有可能就是取民 那如果说一审判决无罪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他的停权三年给撤销 虽然郑文灿先前声明表示 会在未来司法调查的过程中捍卫自己的清白 但民进党联中会依廉政条例规定予以立案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欢迎听到给您财经消息 欢迎回来 美股周一个别发展 标普白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 英国和法国选举过后 投资者焦点重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以及本周商后公布的新一季业绩 而苹果公司收涨0.7% 创纪录新高 市值也接近3亿5000万美元 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至于芯片股现在也普遍走强 英伟达收高接近2% 而台积电在美国预托证券的股价 也一度抽升接近5% 市值一度是冲破了1万亿美元 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一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奇数早时开盘就是好坏参半 格局开出全天都是涨跌互间的格局 横向盘长收盘时也是好坏参半做收 但是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再创历史性高纪录 在星期一投资人心态是非常的神圣 观望心态比较浓厚 主要是这个星期接下来几天 有重量级的消息面出台 首先是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 将会一连两天在国会山庄就经济状况进行停证 另外是星期四的消费物价指数 和星期五的批发物价指数 而星期五又开始由摩根大通花街集团 富国银行百事可乐等大型公司 拉开公司业绩公布的序幕 投资人预期标准破了500指数成分股 本季度的公司业绩的增幅同比将会达到7.4% 另外那是最近一段时间油价是横向整理 所以在今年夏季旅游人数剧增 航空类股看好有专家预期 今年的旅游人数将会是201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 芯片类股呈现涨跌互线的格局 主要是英特尔公司出现大幅上升 不但是纳指当中升幅最好的 也是道指当中升幅最大的一个个股 但是其他AI相关技术类股 包括微软公司亚马逊谷歌以及脸书 都是呈现下降 但是英伟达特斯拉和苹果反弹上升 标普500指数当中升幅比较好的 有技术类股和原材类股 领跌的是电讯和能源类股 时间长在收益率收盘是4.271% 油价小跌收盘是82块 三毛三一桶坐收金价小幅下降1.5% 2362.70美元一盎司坐收 以上是新机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六月报道 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比亚迪 将斥资10亿美元 在土耳其兴建汽车生产工厂 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西尔 在社交平台X发布总统埃尔多安 和比亚迪总裁王传福签署协议的照片 指比亚迪会在当地建立一个电动 和可充电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设施 年产能为15万辆 同时会建立一个移动技术研发中心 工厂计划在2026年底投产 并且会雇用5000名的员工 欧盟在上周开始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 征收额外关税以保护本地的产业 但是由于土耳其与欧盟属关税同盟 比亚迪在土耳其设厂 可让比亚迪更容易地进入欧洲市场 而路透社的报道 土耳其执政党成员在上周透露 广汽集团在与当地电动汽车生产商 就成立合资生产企业进行谈判 英国首相斯塔莫在5号上任之后 立即地对英国各地进行访问 其中对苏格兰还有北爱尔兰的访问 格外受到关注 外界认为斯塔莫在两地受欢迎的程度 要略高于保守党政府 也呼吁伦敦中央政府 帮助当地解决持续依旧的财务挑战 共同党国斯塔莫在出任英国首相之后 便开始对各地进行积极出访 承诺立即重启与苏格兰 维尔市和北爱尔兰分权政府的关系 苏格兰各党派今年大选中的表现 给工党注入了强行针 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惨败 苏格兰工党揽下众多席位 外界认为斯塔莫首次正式出访 就来到苏格兰 这表明伦敦中央政府 对当地政治局势十分关注 尤其是2026年苏格兰议会选举 工党希望借此推翻苏格兰民族党的权力 民族主义者则担心 工党政府可能会削弱 对第二次独立公投的支持 此外斯塔莫在8号还来到了北爱尔兰 同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本恩 在贝尔法斯特会见了 贝尔兰首席大臣奥尼尔 并同北爱议会的 五个主要政党的代表团 举行了会议 从北爱政绩 同斯塔莫会谈之后的反馈来看 各方除了对斯塔莫出任首相 表示祝贺以外 希望工党政府 能够在与北爱尔兰的关系上 开辟一个新的起点 另外北爱当地各党派 也将关注点聚焦于 工党新政府上台 能否解决当地持续面临的财务挑战 给北爱的经济增长 注入新的活力 斯塔莫表示 稳定和确定性 将是其政府为北爱尔兰 所做工作的核心 将利用北爱尔兰巨大的经济实力 重建强大的公共服务 为劳动人民创造真正的 切实的经济增长 而当斯塔莫在北爱被问及 是否希望看到 英国同欧盟在同等基础上 加深互动时 他承认希望改善与欧盟的关系 有信心同欧盟达成一项 比约翰逊政府时期更好的协议 凤凰卫视徐亮 吴若铭 伦敦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 治疗帕金森病的顶尖医生 近期多次到访白宫 并且曾经与总统拜登的医生会面 白宫8号拒绝证实 是哪一名医生到访白宫 只重申拜登没有接受 有关帕金森病的治疗 同时医生认为 拜登没有必要进行认知测试 衡 дорог 它要 cops 扶证实었습니다 从安全号写养 统拜登 美元 2016 房长 feminism 美国人 另一方面 国会议员 众议院国防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 也呼吁拜登退选 他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访问时就表示 拜登明显已不胜任总统的反重职务 应该尽快地退下来 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来决定替代人选 美国总的拜登他因为首场的辩论而引起 对他的年龄以及能否许任总统的质疑也越来越大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日前要求 总统拜登的私人医生奥康纳进行书面问话 指出他的医疗评估受到拜登家族的影响 也要求在7月14号给予回应 并且安排一次面谈 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默 要求总统拜登的医生就委员会 对拜登家人的调查进行书面问话 科默在周日寄给白宫医生奥康纳的信中称 监督委员会担心其医疗评估报告 受到了他与拜登家族私人商业关系的影响 科默援引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 奥康纳从未建议拜登进行认知测试 拜登在上周的访问中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并回应称他每天工作都在进行认知的测试 据信前总统克朗普已经完成并通过了认知测试 科默指出奥康纳在今年2月就注重拜登身体的评估中称 拜登是一个健康健壮的81岁的男性 他仍然可以胜任总统的职责 而现在美国人执意总统拜登领导国家的能力 监督与问责委员会正在调查奥康纳在2月份出去的评估报告 科默表示鉴于奥康纳与拜登家族关系 委员会还试图了解奥康纳对拜登是否适合就任总统 提供准确且独立的评估 科默又称鉴于白宫发出了关于总统履行职责能力的混乱的信息 先来要求奥康纳就他的独立性给出答案 科默还要求奥康纳提供与美国健康保险公司与拜登家人有关的文件 白宫方面则指 共和党人又在推行他们疯狂的不可信的阴谋论 红横卫视 杨明俊里战青 我先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8号接受节目专访时 再次表明不会退出2024年的总统竞选 也批评党内的精英 强调自己是击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拜登团队也试图吸引更多元化的攻心阶层选民 来反击党内的退选呼声 本周拜登将会参加北约峰会 试图化解党内对他连任的担忧 未来一周将会是决定拜登竞选命运的关键时期 拜登8日参加早安桥节目 为岌岌可危的竞选连任进行了辩护 拜登在节目中强调不会退出竞选 并坚信自己是2024年击败特朗普的最佳候选人 拜登接着抨击了党内精英 表示对精英们感到非常沮丧 并补充到不在乎那些百万疯的想法 政治报指出 拜登团队希望把诋毁他的人描绘成精英的白人自由主义者 指责他们与民主党更多元化的工薪阶层基本盘脱节 以吸引他的基本盘 非议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正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报道表示 拜登过去也曾成功使用此策略 这正是他在2020年遭遇一系列挫折后获得提名的原因 自辩论后 除了来自特朗普一方的炮轰外 拜登正试图应对一场来自党内的政治危机 据NBC新闻报道 在上周日的众议院民主党闭门虚拟会议上 又有四名民主党人称他们认为拜登应该退出2024年的竞选 包括华盛顿州民主党人史密斯 加州民主党人高野 以及来自纽约州的莫雷尔和纳德勒 面对越来越多的议员捐款人和战略师公开表示担忧 拜登及其团队正在试图修补他的政治创伤 拜登周一在一封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表示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他的精神健康状况 是否合适继续竞选总统 但他将坚定地致力于继续参加这场竞选 将这场竞选进行到底 并击败特朗普 本周拜登将把精力集中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外国盟友 并停息民主党对他竞选连任的担忧 他还定于本周四举行记者招待会 预计将在未来几天与议员们进行更多通话 一些议员们认为 未来一周将是决定拜登竞选命运的关键时刻 凤凰卫视王岐 姚依伟 华盛顿报道 美国媒体就报道 波音公司就2018-2019 两起737 MAX空难的事故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将会缴纳数亿美元的罚金 也将给这一家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 打上重罪标签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 波音公司在两起737 MAX空难的刑事案件中 做出惊人让步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认罪协议 这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公司 将成为重罪犯 上周日法庭文件披露 波音将承认犯下一项串谋罪 缴纳2.44亿美元罚金 在未来三年投资4.55亿元 用于合规及安全项目 并雇佣第三方监管者 认罪协议中还包括波音董事会成员 将与两起空难的受害者家属会面 检察官要求法庭在7月庭审认罪协议 不过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称 将反对这一认罪协议 称处罚远低于他们此前的要求 波音公司需要对2018年2019年 接连两起737 MAX航班受害者的死亡负责 三年前 波音公司承认两名前雇员 就737 MAX的全新飞行控制系统 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中撒了谎 随后公司达成一份和解协议 但因未能遵守其中的核心条款 而遭遇法庭重审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刘德华最近在内地举行2024巡回演唱会 在首站上海的演唱会中滑载状态慎勇 两个半小时的演出中现唱超过30首作品 演唱会上更出现惊险画面 从网上曝光的影片见到 滑载在演唱歌曲练习时更险些从高台滑下 滑载急步然后跪地显出去 幸好反应快 立即用双手按时两边 十分惊喜 回来香港 韩国人气女团爱一连两晚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演唱会 这是他们出道以来首次来港开唱 六位成员除了唱出人气歌曲以外 还用广东话跟粉丝互动 安佑珍表示感受到大家的爱 充满整个场地 并用广东话跟港谜告白 人气男团Mero人气王卢汉婷 周日29岁生日 同2000位粉丝在酒店开派对 晚上她又与家人欣赏粉丝准备的 无人机会演 非常有爱 卢汉婷表示 今年的生日愿望是想粉丝及家人都身体健康 而在西九举行的无人机会演 夜空气出卢汉婷的卡通图案 及Happy Birthday等字样 吸引大批粉丝欣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取守定我们各节新闻